好 主观众代言乖来关注呢 全国人民其实都在关注 攸关这个普发现金六千元 究竟何时会来发放 而立法院这边呢 其实今天的院会也将会上演表决大战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立法院朝野党团在昨天的时候 有进行协商 有针对三项的条文有所共识 包含像是呢这个条文的目的 还有呢这个条文的这个主管机关 主要就是国发会 以及其他相关的条例等等 其实有所共识 但是针对四项的关键条文 其实没有共识的 其实就是包含呢这个施行的时间 还有这个条例的这个经费的上限等等 其实是没有共识 因此今天立法院这边 将会上演表决大战 但主要包含像是国民党的党团这边 其实国民党立委是强调 应该是要来这个普发现金 要有一万块的这个金额的 而此外在立法院的 时代力量党团的部分 则是认为 应该要有牌复 也认为这个大撒币的做法 无法达成效果 那以上目前现场追星期 现象时间交还本内主播 我是陈一荣 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本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哦